接下來我們來證明為什麼等腰T形的兩底角會相等 請看,這是一個等腰T形,就是AB的CD 那我從這個D點做一條跟AB平行的線 請問這個做得到嗎?做得到 假設這裡腳1,這裡腳2,這裡腳3 那我們是不是知道腳1會等於腳2,為什麼? 同位腳相等,對不對? 兩條平行線被一直線所結,所以同位腳相等 再來呢,腳2會等於腳3,為什麼? 因為這個AB會等於D珠1 AB是等於珠1,這個AB又等於C珠 因為它是等腰,這個是平行四邊形,對邊等長 所以AB等於珠1等於C珠 既然如此,所以我就知道腳2跟腳3怎樣會相等 它等於它,它等於它,所以腳1怎樣? 腳1就等於腳3 我們這裡證明到兩滴腳相等 It's very simple,對吧? 好,接下來呢 我這裡可以擦掉了吧? 接下來我要證明說 它的對角線會等長 對角線等長 各位那我們請看 這是它的對角線 對角線 這是它的對角線 畫漂亮一點 我們要追求完美 好,那我知道啊 在這個三角形的A珠C 三角形的A珠C 跟三角形的A珠C 這個A珠C長這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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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珠VC呢 是長這樣子 珠VC長這樣子 好,這是A珠C 這個是珠AB 好,各位請問呢 我們之前講過了 這個角珠是等於這個角A 因為底角一樣嘛 所以上面這個角也一樣 對吧? 好,再來呢 這個A珠同一條嘛 是不是 A珠是相同的 A珠是相同的 好,再來呢 這個AC AC跟這個B珠 四滑正母 這個AB呢 是不是等於C珠 AB等於C珠兩腰嘛 所以 所以 由SAS全等性值 由SAS全等性值 我是不是得到什麼 得到這個三角形的A珠C 會全等三角形的珠AB 對吧 因為全等 所以啊 這個AC就會等什麼 等於B珠 我們就得正 對角先會等三 各位 為什麼老師特別著重在正理上面 因為這是一個思考的訓練 因為這是一個思考的訓練 我們現在的考題越來越靈活 你純粹會一些基礎 你只能跟別人一樣 但是如果你想要脫穎而出 脫穎而出 你就要會思考 那我們每一個原理告訴你之後 你不能全然接受 你一定要思考為什麼 老師就告訴你為什麼 那你從這開始養成 遇到什麼 你思考為什麼 你經過了一點的練習之後 像我們國耳從開始到現在 我們不斷的訓練你思考 為什麼 為什麼 告訴你為什麼 那你這個思考能力 如果真的有認真做 有經過這樣練習起來之後 你的功力就會往上大大提升一層 你不是只有你在給你就接受 給你之後你要思考為什麼 為什麼你要說出理由出來啊 我們就告訴你 你要把理由說出來 那我希望呢 各位在追求學會的過程當中 要不斷的訓練自己 為什麼 為什麼 如果你不斷的問自己為什麼 去尋求解答你的數學的能力 或者相對其他能力就會一併的提升上來 不是只有數學進步而已 所有部分都會跟著進步上來 我想這是我們數學信念 最重要的精髓 大家務必要記得 不要閒老師囉嗦 老師你就告訴我這樣去好了 幹嘛要告訴我為什麼 你要知道學習的觀念如果正確 勝過 你就會少走很多冤枉路了 好吧 是的 啊 是啊 嗯 我